選馬賽裡頭已經入選 選馬賽裡頭已經入選 也都算是 對 亞錦賽的正名 對 那種力量展現 是非常突出的 出網重發 2比4 這手調打方式 已經破壞了廖正琳的重心 下一板準備的沒有那麼充分 對 看出來雙方 還是先以弱點啊 甚至不同的回球手 進入白的話 直接做非常多多派相持的情況 好可怕的地方喔 只要站定位置 力量都非常的強啊 身材進攻 哇 沒打 再一個屬於完全被動 已經被逼到中台 這種 揮擊的方式的時候 還能夠 用 8比10 8比11 不要振停後生 所以第一局的結果就是 沒有振停 發球的時候 就基本上是先發大拳 然後讓洪子翔沒辦法那麼順 只要去做一種戰術的選擇 比賽賽程接得比較緊 所以讓他必須得連續打兩場 他這樣連續打 然後他可能是 他反而比較喜歡 對 因為體能的消耗 維持住的情況下反而他可以比較好發揮 所以也是要看年紀 有些年紀比較大的反而是 多休息一點 對他們來說 體能應該不是太大的影響 反倒是手感的掌控 之後現在第二局 4比0領先了 5比0領先了 好 好 超級高 4比5 7比1的領先 來到這一局感覺起來廖振廷整個打順了 現在廖振廷9比1 是什麼原因突然間 突然間讓廖振廷就是 好像瞬間把比數整個拉開來 會比前兩局再放慢一點點 因為剛剛第二局的時候 拉 但是這個出手意識 各方面都是非常正確 1 1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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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3 2 2 3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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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3 2 2 2 4 1 2 1 1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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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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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現在廖正廷要開始慢慢小心了喔 在洪子祥在打了三局之後已經開始慢慢找到廖正廷回球那種旋轉 所以現在在白短的處理上都整個非常控制了一點比較嚴密喔 嗯 4 2 5 2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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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6 6 5 5 6 5 6 這就是洪子翔的特點喔 哇 球 好 之後會出現冒高的情況 所以廖正廷在第四局沒有問題 11比9拿下 現在在局數上面廖正廷是取得 這球有點強球了 好 洪子翔今天在防守的時候 都是 不論是在中段的時候加點質量去防 甚至都一直在 防在加點質量加速度去壓迫在廖正廷的側撐位 所以有時候廖正廷在 到底是要用反手繼續拉他 還是要轉正手的同時 都會讓他有點遲疑 就不斷的壓住不掉正廷的反手 會去做防守的突破 對 猶豫的瞬間 有時候就 勝負就在這裡決定 好 所以運氣就比較差了 剛好彈到網子上 第五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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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目前為止呢 洪志翔4比2領先 加油 5比2 第五局 洪志翔雖然沒有廖正廷 在前三百來得那麼兇 但是他每一下 每一下都是比較偏於 走那種弱點意識的 不會想說要一直連續發力 是選擇有不同心路的改變嘗試 希望能夠透過位置 來去取勝的 對 就用弱點去代替力量的不足 對 對 對 現在廖正廷就要比數追上來 不必我平手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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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覺得 一定 對 這種 這個回球過身了 現在廖正廷已經來到8比5的領先 5比9 這下是洪子祥自己的事物 第一下上手彎 對方已經被動 一個被動回球的情況下 自己腳下沒有調節好 刻意想要把球放短 結果沒有辦法控制好 現在廖正廷10比6 來到了這場比賽的賽末點 比賽結束 廖正廷4比1獲勝 所以最後廖正廷在第5局 11比6拿下了關鍵的第4局 所以說他以局數4比1擊敗的對手 廖正廷還是能夠展現自己的力量上的特點 甚至在比分糾纏的時候 總是能擊出幾個漂亮球 贏下幾分關鍵球 是今天比賽造成這種結果的一種情勢 對 尤其是像是這一個剛剛的第5局來說 其實一開始的時候 洪子祥打的是還不錯 但是來到了第5分之後呢 卻開始有點失控 除了自己發掘失誤啊 那再來就是對手也突然間就是 又把這個擊球的質量提升起來之後 他好像就找不到節奏了 最主要是這幾分 這場比賽的時候 廖正廷打到關鍵分的時候 總是能打出一些漂亮精彩球 甚至出手非常堅決 該發力就發力喔 對 喔喔喔 4位來貼喔 好謝謝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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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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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NEG